炸肺真是太可怕了 自由舔运动员在上升过程中因为憋不出气 他去吸了水沸舔运动员的气 所以他会在上升过程中导致炸肺 然后不置身啊 我们今天呢也是要用这个宽泉水瓶 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做炸肺 根据波伊尔定律呢 我们的肺在浅到10米左右的时候 会压缩到平时的1分之1左右 那么瓶中的气体也相对会被压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瓶子已经慢慢被压扁了 到了水底之后 我开始用调节器给瓶子冲气 那么这个时候冲进去的气随着我们的上升 它又会慢慢的变大 变到在底下气体体积的两倍左右 能感觉到上岸之后 我手里拿着这个瓶子已经变成邦邦硬了 然后我现在给你打开看一下它是什么效果 3 2 1 刚才这一下就相当于我们的肺泡破裂出血的一个过程 它在上升过程中 你多余的空气就会挤压到你的肺泡和其他器官 所以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